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本周最火的AI工具 就是一个用AI写代码的软件 科色 在这周Cloud Flare的总裁他发了一个推特 说他8岁的女儿用科色去在45分钟内 就构建了一个聊天机器人 然后这个视频真的非常的火爆 现在已经有超过210万的观看 同时OpenAI的联合创始人Angel Capacity 也说他现在完全在尝试用科色 去取代他原来的GitHub Co-Pilot 去作为他的写代码的工具 并且他写代码现在几乎都不需要自己写了 而是大部分由AI来进行补全 他只需要去说英语就好了 然后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编程的真正的经验 我以前学的是经济学做的工作是用户研究 还有互联网公司的运营之类的工作 而我在用科色之后 我发现我一两个小时内也完全能做出一个 在Chrome浏览器中可以用的插件 现在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我这两天做的插件 第一个的话就是你打开任意网页 就可以去生成一个网页的二维码 你看右下角有一个推特的标志 然后我点开它就是一个二维码的内容 然后这个二维码底下还会显示 就是它所在的网址的信息 然后另外一个插件就是 我可以在网页上去任意选取文本 然后会出来一个小按钮帮我去进行分享 点击之后的话 它会生成一个适合用来分享的图片 这个图片里既有我刚才选的这些文字 同时也有这个网站的logo 这个网站的名称 以及所在这个网页的这个名称 并且我可以复制图片或者下载图片 这样就很方便我到社交媒体上去做对应的分享 而接下来我就会向你演示褐色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以及我们用一个实际的案例 就是那个比较简单的生成二维码的例子 去尝试一下 就是让AI去完成一个Chrome插件的创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只要你有想法并且看完这个视频的话 我相信即使你完全没有代码基础 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真的非常容易 首先我们到褐色的这个网站上去进行下载 然后你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自己已经下载过了 我这里就取消了 然后你按顺序进行下载和安装 然后我们看一下价格 就是它正常的pro的价格是跟QHPT是一样的 是20美金每个月 但是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福利 就是你刚下载玩有两周的免费试用的时间 然后我现在就是完全是在适用的状态 现在适用期间就是各种模型都能用 而且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用这两周的时间去判断你后续还要不要去订阅和续费 我现在两周时间还没到啊 但是我相信就是两周到了之后 我肯定也会进行续费的 因为确实非常强大 然后就是我们在下载之后的话 可以去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软件之后会看到这么一个界面 看到这个界面之后 如果你想创建一个重新开始的那个项目的话 第一个就是open a folder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你打开本地的一个文件夹去进行写代码 我们来创建一下 创建设计 然后我们因为要重新设计嘛 我给它重新取个名字吧 叫网页二维码 OK 这个名字就叫网页二维码生成 然后打开 这样打开之后的话 因为这是完全一个全新的这个网站 所以就是它里面任何信息都没有 左侧也没有那个文件 当然你可以选择创建 让你写代码的文件 不管是HTML还是JS什么的 但是我们先不创建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Cursor最强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要左上角就是选Cursor 然后这里头选项 这里Cursor Setting 我们要把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给打开 就是Feature里的这个Composer Composer这个能力的话就是相当于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更自动化的帮你编程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打开之后 就是它正常是关闭状态 你打开完之后 这里要选ABLE的 然后就是会处于一个打开状态 然后打开之后 你按Command加I 这个是苹果的那个打开方式 如果你是PC浏览器的话 可能是别的打开方式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就是我们的要求 接下来就让你看看神奇的事情 我来这里描述一下 我说请帮我创建一个在Chrome浏览器打开任意网页时 右下角都可以生成当前网页二维码的插件 展示这个二维码就是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二维码的大小是什么样的 256×256 第二个二维码的中间应该获取当前网站的logo 第三个就是二维码的下方 应该展示网站的名称和网页标题 然后同时网页标题要加出最多展示多少次 为了防止它字太长 这几个生成之后你就选accept all 你就发现它不只帮你写网的代码 它还帮你把这些文件都生成了 我之前用QHPT的时候 我常常会觉得 它有时候不给我生成完整的代码 有时候就是即使它生成完整的代码 我还要去复制那些代码 然后去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去把那个代码输入再保存文件 那个过程有时候会让我觉得 不是AI在帮我打工 而是我在给AI打工 然后那个过程其实非常的不方便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实在是太顺利不过了 然后这里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还需要下载一个QRcode.min.js的文件 这里它还告诉我从哪里下载 然后我们去下载并且把那个东西放进去 OK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打开之后就完全是字符 我们来全选 然后Ctrl C 然后我们重新去这里创建一个文件就可以了 叫QRcode.min.js OK 然后把刚才那个网页里复制的所有东西放进去 对这样就可以了 看起来按它的这个说法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来尝试说就是要安装这个插件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其实已经做好了 就是刚才就是一个完全的新的文件夹 然后在Chrome浏览器中 我们回来 在Chrome浏览器中你需要去打开这个管理扩展程序 管理扩展程序就是你这里需要点击加载以解压的 然后我们刚才的名称是这个网页二维码生成 这个是我们新做的 然后我们放进来就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去测试一下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刷新一下 现在这里根本没有二维码 所以就是可以说这里是失败了 我们要跟他去说一下 他重新帮我们诊断和修改了这个内容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这里刚才选了那个AcceptAll之后 它这个修改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里的那个界面 就是扩展程序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要点一下就是这里右侧的这个刷新 这个刷新的话就等于他会重新更新插件的文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现在就可以看到就是他说的这个红色底 以及网站名称页面名称都有了 但是二维码没有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问一下他是怎么回事 我们重新这个AcceptAll去确认它的修改 然后还是按原来的方式来这里点击刷新 然后再回到这个页面我们试一下 依然是不行 然后他刚才教了个方式就是把那个控制台掉出来 你看这里有一些错误的那个显示 我们把这些错误就完全复制给他 告诉他还是没有 你可以看出这里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能错误的可能性 然后重新再修改代码 这里修改完成之后我们再尝试AcceptAll 顺序还是跟原来一样我们要刷新一下这个东西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首先这个是已经成功了 但是展示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奇怪 就不只是红色底奇怪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站名称 还有那个网页的那个标题 其实都超出了这个范围 功能实现了 但是很丑 好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些优化的要求 这里就是我告诉他非常棒 但是有一些细节他需要优化 一个是就是那个二维码背景最好改成白色 然后为了美观的话应该距离顶部左侧右侧都有一定的那个距离 然后再以及应该让网站名称和标题都就是距离二维码和底部边框都有一定的距离别那个展示出去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24px这个是我随便说的大概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现在感觉有没有就挺对了 你看这里是这个网页的效果 我们再看一下推特的效果 OK 这里感觉也不错 但是这里的标题获取和中间的这个logo的展示稍微有点问题 Notion这里又是对的 所以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我们大概还可以接受 但是怎么说呢 就还是有一些优化空间的 我感觉左上右这距离好像并不是特别对 我这里告诉他就是还有两点需要优化 第一点是二维码 现在就是有时候存在大小不统一的问题 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尤其是距离顶部左侧右侧的那个边框距离不太固定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有时候在一些网站上二维码中间的logo会不展示 所以的话我们希望他进行一些优化 然后这里再看一下 他说添加了一些错误处理 我们看一下处理的效果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就是更标准了 距离变框的距离确实更稳定了 然后推特这里我们也在刷新一下 OK这里logo能够正常显示 并且左右侧和上部的这个显示都非常的正常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feature 就是因为就是如果你打开所有网页 都有一个这么大的二维码 在这显示着其实也没有必要 然后会有点影响你自己的浏览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他在一般情况下 处于关闭的状态 只有点击的时候他才展开 对我这里告诉他就是我希望再做一个优化 就默认情况下不打开二维码 只在右下角展示网站上的小logo用户 点击那个logo时才展开二维码 然后他现在就已经进行修改了 好的 我们accept all 我们还是原来的顺序 就是先点一下刷新更新文件 然后这里点击一下 OK 这里可以看出 不错 已经正常了 就是你看一点击二维码就出来了 再一点击二维码就收起来了 所以这个功能已经完全的完成 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过程中 我们大概用了十来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这可能因为我有原来的一些经验 但即使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我相信你可能花个一两个小时 第一次用也大概能够搞定 搞定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实际上褐色的提供的能力 比我们刚才演示的要更丰富 就是我们刚才演示的 其实是算是他beta版本的这个功能 是默认不开放的 然后正常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希望就是你在这里去进行对话 用command加l的话 你就可以去进行聊天 就会打开右侧的聊天窗口 就比方说 看他这里 他可以直接跟你进行聊天 去回答你的问题 同时的话 他也可以生成一些代码 就比如说 我告诉他就是我希望在增加二维码的下载功能 当用户在二维码上右键点击时 可以下载二维码的图片 下载的图片上应该是要包含二维码上的logo 以及底部的网站名称、网页标题等等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思考 以及帮我去生成回答 他给我写完了代码 并且解释了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是用右侧的这个Chat的功能 去进行跟他聊天的话 他给你生成代码之后 你应该点这个Apply Apply的话就是应用 应用的话就是你会发现 他这里会把新的代码都在这里展示 然后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接受的话你用Command加Y 或者直接用这里的Accept就可以 这个的话就是等于是你已经接受了这个更改 接受了修改 好的 这里就是一个Chat的这个功能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里选中了代码 然后我告诉他我希望做一些调整 我希望只给底部留20px的空间 你看这里他就出现了一个老的代码 红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新的代码 我只要选Accept 你看这里就完全是新的了 当然我们这个再改回去 我那个只是随便写一下 然后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在这里进行写东西的话 你看他后面其实有一个这种自动的这个补权 然后你点一下那个Tab 他就帮你自动完成了 就是相当于就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 他会预测就是你大概要写什么样的功能 大概要写什么样的代码 然后你选Tab 这个就直接自动生成了 而因为我实在不那么会写代码 这个对于真正的马农来说 我相信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小白的话 你甚至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就是在这里写任何的代码 你只需要就是打开右侧的这个Chat的聊天窗口 或者你用command i的方式去把这个composer这个调出来 然后你用自然语言去完整描述你的需求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底部是一个就是模型的选择器 从目前来说的话 现在最强的模型还是Cloud 3.5 Solnate 就是用起来是最方便最爽的 而且听说就是现在Cursor揭露的这个Cloud 3.5模型 是用的是有200K的上下文 所以写代码来说在大多数你写的应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都绰绰有余 OK我相信今天的介绍大家应该都能非常容易的去进行学会 然后他这里面板的切换器其实就是在右上角这一块 你可以选要不要侧边栏 要不要底部面板以及要不要右侧的那个Panel 然后底部的面板其实尤其有用的是可以切出消失的控制台和终端 当你去做一些别的在本地应用的网页或者一些PY文件 的时候会非常有用 OK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 然后你如果对Cursor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你想使用我制作的那两款小工具的话 都欢迎给我留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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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